之后这两面是接下来两年就是连续拿到金牌 开心秀出比赛奖牌 今年要升高一的玉涵 在空手道有卓越表现 说起话来也比同年龄的孩子成熟 来自单亲家庭的她 从小就是阿周和伯公照顾长大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 选择有补助的空手道训练 过程中再辛苦也要积极面对 比赛常常就是有输有赢这样 然后虽然就是有时候会难过很久 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就这样放弃 那曾经帮助过的人会怎么想 然后就是还有阿周他们是我一直来的动力 和玉涵一样来自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学习资源比其他孩子来得少 根据家福基金会所做的调查 有六成五的儿少无法负担学费 更有超过一半的学生 想用功却遇到种种困难 108年新克纲着重让孩子适性发展 但对弱势家庭的小朋友来说 要往自己的兴趣发展 谈何容易 滔滔口袋的零钱就可以帮助小朋友 完成他自己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有这样子的协助跟待遇 然后让他自己在任何的领域都可以发光发热 然后甚至以后还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个人都有家 只是家的形状不一样 有许多家庭缺了一脚 需要有人帮助才能度过难关 艺人蔡依林鼓励孩子勇敢追梦 今年也再度担任家福基金会代言人 号召民众响应捐款 当欣函学生的补卫大队 让这些学生也能因为教育翻转未来 记者邱世民采访报道